讲了一句话 他说割喉割道断 就邱毅仁他也讲过 阿扁他也讲过割喉割道断 阿扁说有四大利器 第一个资源你要给 第二个人事你要给 然后第三个 特别条例的一些东西 的钱你要给 他说最重要的 他说中部地区割喉要割道断 他说最重要的 他说第四项那是什么 我下去 阿扁为了二零零四年 中部他去过多少次 各位猜猜看三十八次 三十八次 我资源人我通通我都给你 还有三十八次 只要那我当选 你中部地区如何 可是去过这么多次 那宋先生你说资源要给 可是他当宋先生没有 可是他当宋长的时候 也有人批评过 就是讲说什么要毛给一块 或什么什么的 陈伟像这样子的话 会不会对宋先生来讲 如果真的参加选战 这些都会被拿出来再讲一次 宋先生在当省长的时候 对地方的照顾 有人把他称叫做撒钱 或者是要五毛给一块 善才通知 那不管怎么样 他已经不当省长多年了 他在国民党强力的检验 以及司法的调查之下 他哪一个案件出了毛病 他又接着在民进党执政八年之下 用显微镜再重新反复的查 有没有查出不对的地方 我认为一个负责任的地方首长也好 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也好 老百姓的苦其实要怎么来救 他自己要有自己的智慧来判断 假如说你只不过要求 我这段提防你把我补起来就好了 宋先生一看 你光补这段提防没有用 你上游不整治 这提防照样会越堤 会溃堤 会泛滥 会沉灾的 所以一定要从上游开始整治 整条西把它做好 才能够一劳永逸 也许就是要五毛给一块 是这个样子的 这些都是可以摊在两党的政府 司法单位检查了这么久 没有出过一个毛病 所以宋先生过去所种下的 这个福田 老实说那个种子都还在 宋先生今天如果出来参选总统 大家对他的那一个怀念 以及对他重新领导台湾 走出希望 寄予相当大的力量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笑笑笑笑笑 这一张是宋生长当时 这一个学生长的广告展 三号 三号 他的口号叫做 情政连人爱台湾 这跟这个李登辉的很像 口号很像 然后这里还有一支LOGO 一支马 所以说这个马跟宋 之间的这一个情节 就已经这个时候种下了 那我举我自己看到的例子 大概在基层我这样子 跟这些里长谈 他们也在看我们新闻面对面 他说宋先生的付出 其实大家在观察 去年年底 好像接受我们这一个 年代新闻面对面观察的时候 地方上就有在传 是不是我们宋省长要出来 那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年大概九月八月的时候 我参加一个长辈的这一个 司职会的授证典礼 我们亲民党的秘书长 就带了我们地方的 亲民党的核心人物 参加了这样的一个会议 那当时还在选这个五都的时候 也跟这一个这些人 我们地方人士有做了一些谈判 大概要募款吧 这个以亲民党的命力 可以参选这个议员 后来没有成功 可能那时候 亲民党的势不够强 那现在要去谈 要去找金主 找企业主谈 其实是相对容易了 现在 目前我想 刚才讲到的这个 李宋的这个合体 其实我想应该是 中间有企业主或者金主 在这一个整个串针一线 所以地方的一个派系 其实派系最重要的一个是金主 只要谁能拿出钱来 这些派系偷偷 其实是很乖乖的 OK 不过我们刚才前面就讲过 你说政治人物 到了选战的时候 脚要够勤 就是每一双手 都要握得到 就空军 海军 陆军 你最好都要 但是有很多时候 就是你要感动人的时候 你就要感动人 就是有理性的时候 也要感性一下 你如果看到政治人物哭 会是什么感觉 我会想问他怎么了 怎么了 好 那我们让你看一下 看到这样的情况 真的是百感交集 深呼吸 叹口气 摇摇头 才能继续说下去 谈到上任后的外交工作 马总统忍不住哽咽 政治人物冷静背后 也是有泪线的了 这一次莫拉科再后重建 谈巴巴封灾重建 乌敦一把鼻涕一把泪 要说压力时代太大 这副手搭档可不好当 马无轮流释放感情 其实马总统真情流露 还真不少 我们总理禀告 我们一定奉行一致 向群众 来 下轨拜祷 大家 要支持马一救 我在这心心事 不愿意给大家拜祷 当我丢情 拜祷 不管是压力太大 还是悲从中来 冷静严肃的政治人物 真性情更能让人觉得清静 尼华 看到这些情况 会不会百感交集 我真的是百感交集 那我认为政治人物哭 还有政治人物贵 最让我感动的是一个人 卢秀逸 卢秀逸 就是苏贞昌选台北县长内议 第一个 我那个时候我在帮苏贞昌选的时候 没有人跟他讲 只不过就是说体念他身体不好 就是说你也不要操劳 但是他说 最后一场他一定要来 那一定要来 那在台下就有所布置 他上台怎么样 他那个讲个几分钟 那个时候卢秀逸升起 他身体那时候已经很不好 听说非常不好 看都看不太清楚 第一个看不清楚 然后那个声音 在喉咙这里 他也出不来 但是他很急 他在台下的时候一直 他那个动作一直这样 不知道怎么搞的 大概是跟他病题有关 我们在台下看 就是说劝他少讲话 劝他向观众致意 然后告诉他苏贞昌的选情还算是不错 等等 但是我们没有想到 他在台下不讲话 上了台以后突然声音出来了 突然声音出来大家觉得非常高兴 但是那他旁边的几个人一看那个脸色 就马上按下来 就是说这个样子好像不好 就是说医生已经跟你讲病得那么重 结果他突然讲话 他又讲了声音也很洪亮 那最后他知道他话讲不下去 突然一跪那个眼泪水下来 因为他嘴巴不能讲 他眼睛看不到 然后他走路都要别人搀扶 他还坚持是用麦克风 就是说这一票你投的不是苏贞昌 是投的是我们民进党的千秋万代等等 他这么一跪 那一跪以后 那我发现苏贞昌本来那张脸是黑的 结果突然是有笑容 突然是有笑容 因为他那一战打得非常的艰苦 谢申山还有林志佳嘛 谢申山林志佳还有一个苏贞昌 况且苏贞昌他承接的是油亲的包袱 怎么讲他都讲不清楚 从那一场我们看了以后 政治人物的真性情 真正你发挥出来的话 你会感动人民 还有一个你不要忽略了 真正能够把感情表达到极限的 你们还忘了一个人 谁 余登发老先生 在 美丽岛 美丽岛 在那个许宣良闯关回台那一天 他被洪水引津 那个喷水 桃源机场事件 他喷完了他再走 喷完了他再走 喷完了他再走 然后我那个时候是在智力 智力报信我们问他 说那你为什么这样 我们想把他拉了下来 他说没有 他说姓良是我的朋友 唯一的朋友 所以当他这种画面 当然是用照片 你传回报社的时候 大家都非常感动 所以瑜伽班能够在高雄县 掌权那么多年是有原因的 来 温先生 他有话讲两个我都在现场 那第一个 这机场事件 那其实水龙头没有碰到那么严重 但余老先生到现场大家很感动 因为那是第一次 就是说国民党的震报部队 把整个机场封锁 所以那个是闹上国际舞台 甚至触动直升机在上面监视 然后现场去采访的电视台的采访车 就是多被民众把宣了 这个是非常大 第二个 卢秀一 我在台上 其实卢秀一没哭 旁边的女记者哭了 我们在拍照 看到那个旁边采访的女记者 全部哭成一团 就是说因为卢秀一 他本来是内定要选 本来是他应该去选 那苏贞昌是因为屏东县长被武则言干掉 然后阿扁把他叫上来当这个民进党的秘书长 后来卢秀一他这个肺腺癌的那个病 发作了没办法 所以才临危受命 临危受命 所以那时候阿扁都还没到现场 他听到说卢秀一下跪 事后听到国民党高层的那些 他们说看到卢秀一下跪那一刹挪 所有的党工都说 帮啊 整个狂 而且电视一直在 不是只有台北线 是整个县市长选举全垮 那一垮其实造成什么效应呢 就是造成这个阿扁 你看他们在公元两千年选举的时候 民进党那一次的县市长是过半 这个是民进党有史以来最好的一次选战成果 OK 县市长过半 那除了这个以外 我不晓得陈委员你看到最近因为选战频繁 刚才陈委员讲玄战打得很累啊 所以你看吴正义吴院长看到八八风灾 然后马总统特别提醒大家 现在不要再叫那叫叫灾区叫重建区 然后吴院长有感而发 马总统最近讲的是外交使节的事情 他也有感而发会哽咽 所以你们会有什么想法 我认为马总统跟吴奎 他们两个人为了八八风灾的事情 救了两年 依然今天这个样子 或拯救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感人的事迹 有感而发 我倒不认为说他们的眼泪是装出来的 或者是鳄鱼的眼泪 我想不要用这样的事情来看待 不过我认为你既然已经感动 你已经是非常的伤心 你要拿出来的方法是什么 我认为在那个现场上面 有几个很不妥的动作 第一个 那个在灾区的地方 马总统你还穿个短裤头 戴个太阳眼镜 在那边跳舞 也许你融入那个给你安排的环境的氛围 也许是这样子 但是我认为真的很不妥 那是一个伤心事 而且你刚开始 甚至把那地方形容为 普洛旺诗 后来当然改口了 变成桃花园 马总统你的羊墨水 真的喝得很多 但是你的中国书 真的读得不够 你要晓得什么是桃花园 桃花园是在魏晋南北朝的乱世 桃钱桃元明 他替人们找到了一个宣泄口 借着一个渔夫 驾着小船 要去寻找那个所谓的未来 然后在山穹水 进移乌路的地方 赫然发现了柳岸花明 右翼村的一个美好的桃花园 你要晓得 那是魏晋南北朝痛苦不堪的时候 大家在缅怀秦汉时代的盛事 马先生 我不愿意说你把台湾带进魏晋南北朝 我不愿意这样讲 但是你身处在那个 大家还缅怀桃花园的世界 可见我们是在魏晋南北朝 很痛苦的情况之下 你要穿短裤头在灾区里面 要刨你的城袍 戴着太阳眼镜 在那边跟大家一起同欢共舞 那是那个时机吗 所以掉眼泪我认为你不应当把它扭曲 不过掉眼泪之余 你所拿出来的动作是什么 如果是这样的话 真的我们会失望 在西方世界 那个政治人物哭是很忌讳的 举例讲最近那个路易斯安娜 那个大风把那个舞台吹垮 那个州长出来讲话 其实他几乎已经要哽咽 但他停了一下 然后他在脖子上烧了几下 停了一下再讲话 为什么很忌讳哭 因为你就不像领导人 你必须坚强 你是全民的依规 我把我的身家性命财产交给你 以你为依规的话 你必须表现得坚强 我觉得我才能够追随你 另外一个就是最近 大家都看 宾拉登被阻杀那一天 不是一群人坐在那边 欧巴马他们每个都坐在那边 看到那个镜头 大家掉出来 希拉蕾这样子 乌着嘴 结果现在美国流传一句话说 他果然是不能当领导人 那对马总统跟吴院长 你要不要提醒他们 我觉得他们最近可能就是 真的很辛苦 然后一路打选战打成这个样子 然后压抑 我刚刚讲国民党人 因为他一路走来 为了达到今天这个路子 他走得很辛苦 所以他那种东西爆发出来 那种感慨 我觉得扭曲压抑太久了 是的 但是我们看八八重建 如果你能够把老百姓照顾好 重建好 你的公权力能够落实的话 那个哭其实是不用哭的 其实是可以让老百姓快乐的 所以这一个部分我讲 蔡英文也好 马英九也好 还有未来的宋宋宋宋宋宋也好 怎么样让老百姓快乐 而不是跟着你哭 这个才是我们台湾老百姓 水要的东西 社长已经帮我们把结论已经做好了 OK 那就是怎么样呢 就是老百姓千万不要再哭泣 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今天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 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 接下来请锁定新闻 追追追